王立琴和尚昆 所以这个双打就显得非常关键 双打打完之后 紧接着就是双方第一主力的交锋 就是马龙和许心 到底谁能够赢 如果打到2比2的话 将是宁波海天速机的 韩国名将肖球手朱车 对上海金脉池俱乐部的王立琴 那这场比赛呢 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 王立琴赢的概率高 所以关键就要看双打和第四盘 第四盘就是马龙和许心 谁究竟能够拿2分 现在王立琴坐手 是上昆发球 延安和林高远 林高远在这次比赛中的表现 也是不错的 林高远目前在场上是最年轻的运动员 他今年只有18岁 比延安小两岁 延安20岁 王立琴今年是35岁 尚昆今年是23岁 王立琴曾经和延森 就是中国平方队男队 这个二队的主教练 就现在是二队主教练的延森 是曾经获得了奥运会的冠军 去三队主教练 去四队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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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平衡队的教练员也发生了比较多的变化 像年轻的刘国正 阎森分别担任了男女二队的主教练 上宽发球 习敏捷教练 上海金麦池主教练 大家看一下王立琴给上宽做个手势 然后上宽按照王立琴的旨意去发球 乒乓球的双打和羽毛球不太一样 羽毛球在双打上它的技术有些像平球打都是专项技术 但乒乓球如果说单打水平高 适当的进行双打 那么就很容易适应上它在技术上并没有专门的那些独特的技术 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 宁波海淀素季的延安和林高远就以2比0战胜了上海金麦池的上坑和王立琴 但是从整体实力来看 还是上海队的王立琴和尚坤胜率比较高 那么双打比赛 蔡老师是三局两胜 那么尤其是双打第一局的 第一局的 应该说输赢 是一种气势 三局两胜 11分球 这个用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说你一旦第一局落后的话 第二局再想反回来 难度系数非常大 但是在这个双打里边呢 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大家看到这两对双打都是一左一右 都是一左一右 也就是在第二局呢 他的这个对手是会发生变化的 没错 可能在第一局上 这个并不是说对自己很有利 因为双打的揭发球 挑边的时候 如果说有发球权都会选揭发球 没错 就是要选这个我喜欢打谁的球 来决定哪个人 要揭发球是最主动的 并不是说要发球权是主动的 单打比赛挑边的时候 这个选择方位跟发球权的话 往往都会选择这个自己先发球 没错 所以这个谁发谁接 这是存在的一个轮次问题 有的轮次对你有利 有的轮次对你没利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 延安和林高远就1比0 取得了胜利 这一队呢 也是在上一场呢 但是延安和林高远2比0 取得胜利了 但前面的是他们两个 王立琴他们胜利高 好稍后来看下一局 钱并不是买你一个比赛的比赛 不得胜利 也不得胜利 球队是无价值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打比赛不仅是三局两胜 而且第三局也是7分 所以他非常残酷 偶然性明显加大 逆旋转 今天延安和林高远市场比较旺 他们过去在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两次比赛中 他们都是输给了尚坤和王立秦 但是两次配的时候也不太一样 一次是林高远和朱特配的 一次是马龙和林高远配的 在第九轮和第十八轮的时候 那么在13号 大前天 当时是尚坤和王立秦是0比2输给了林高远和延安 严安发球 上打比赛里更强调先上手 因为两个人是一人打一下 所以如果是被动的话就更难 比单打还要难 漂亮 这场球我们看到了这个延安跟林高远打出了这个主场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主场的这个气势打出来了 甭管这个以前的这个输赢 虽然以前战过三次 他们只赢过一次 但是在这场球的他们的这个气势非常旺盛 好的 王立秦拉这种半出台不出台的球 可以说是一决 下手比较很力量比较大比较果断 现在林高远接发球 尚坤发球 听得相持 这个球尚坤接得不错 是个打网球 但是他控制的很好 这个通常体现了第二反应的能力强 现在3比5 林高远发球逆旋转 叶安的这个反手斜线的撕这一板球 是相当有威胁 这个在对许新的比赛中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 刚才又是靠这一板得分 林高远发球 那所谓逆旋转就不是往怀里来的时候摩擦 而是往外展 手腕外展的时候看 反着走 又是一个 王立秦刚才这个接发球比较凶 这样的对方要把底分追了回来 现在5比5 在场上现在可以说是三代运动员 王立秦最大 王立秦今年35岁了 现在延安20 林高远只有18岁 尚坤23岁 打到6比6了 林高远你感觉他们这个双打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球我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 王立秦这个压力太大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双打打完 打才能进入到这个这个第五场 所以说呢 这个这场球太想赢了 但是呢 从技术水平的发挥出手有点犹豫 出手不是很果断 那么他们首先呢 王立秦跟尚坤呢 首先是要控制延安 不要让延安发挥作用 之后呢 打林高远 也就是林高远的球过来 他们一定要给延安压力 就是不要让延安这种快速进攻打出来 一旦延安的快速进攻打出来之后 就会造成王立秦跟尚坤的这种被动 没错 所以呢这个谁接林高远的球 要分开来看 就是谁接林高远的球 可发力不可发力的球 一定要发力 不要求稳 一旦求稳 就被这个延安的这个组合拳 噼里啪啦的就打过来 他们就不太不太好受 那么再反过来 就是就像第一局 我觉得尚坤 就是给延安的这个压力就不够 那现在呢 是王立秦在控制这个延安 漂亮 所以王立秦呢 一方面这个落点 要压住这个延安的中间正手 另外一个呢 从这个林高远过来的这个球 王立秦一定要下手 好的 现在林高远接发球 王立秦上手 他也意识到了上手要有威胁 但是刚才是造成一个失误 现在尚坤发球7比8 林高远这个反手拧这一板也是不错的 他今年只有18岁 但是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后备人才啊 还是很厉害 你看 延安这球太凶了 其实这一轮来讲对王立秦 跟这个尚坤来讲是没有力的一轮 就是你看就这板球 这个这是延安的这个特长 正好是锁定左手的这个正手 这一轮对这个王立秦他们其实压力很大 看到王立秦这个出台 办出台不出台这种球 他心里非常有数 赢钱很好力量很大 这是要一个暂停 这是延安他们要暂停 延安他们第一局赢了 第二局9比8领先叫这个暂停 也就是说这个刘国栋 想让他们就是尽快的 把这局能够拿下来 他觉得现在这是一个战机 刘伟你也一直在平朝联赛中职场 你觉得他这个时候一般跟运动员说些什么 在这个关键时候 应该说一方面心理上不要求胜心切 另外一方面呢 重要的还是一个正确的战术 正确的战术是应该说还是一个法宝吧 正确的战术指导下才能取胜 真正取胜了这些队员们才会有自信心 如果说老输球的时候输的他都会没有自信的时候 你再跟他说要自信要自信 他不赢几场球他能自信吗 没错 逆旋转 拉起来 结果尚昆这半球呢 对方的戳的时候我看也比较急 下手也比较狠 好像跺过来的 这样呢现在王立琴和尚昆就处在了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在第一局先输的情况下 第二局有8比10落后 在双打里边发球并没有优势 现在延安揭发球 蔡网从发 现在王立琴发球延安揭发球 尚昆准备抢攻 挑打 漂亮 拿回力分9比10 这是刘国栋教练 上海金麦池是西敏捷教练 都曾经是国家队对面的 王立琴发球 太短 王立琴翻手拉 这个球擦边了吗 擦了擦了 擦边了 10比10 这两个球太不容易了 大家注意 王立琴翻手拧了一板 直线 他刺激也很害怕 还跺了一下脚 这就是个运气 运气球 这样追到了10比10 现在林高远和延安发球 延安发 揭发球的是尚昆 拧起来 这个球拧的质量很高 所以在双大里边 发球并没有优势 而揭发球相对是有优势 因为他只守着半球台 进行抢攻 两个人这时候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思想一致 行动才能一致 王立琴做个手势 由尚昆发球 请能相持 林高远也是手也比较硬 18岁 延安20岁 可以看到这种年轻的搭档 已经非常的快速的成长 这个球出在尚昆身上 首先发球出台 之后王立琴应对应该说还是非常自如的 把这个球不光防住了 还防到了延安的中间 这是非常难得的 防住之后 尚昆的第二板 没跟进好 没有跟进 好 现在发球的林高远 延安是准备抢攻 王立琴切发球直接打 结果丢了 对 这个球就是一个大侧上 这是一个逆旋转的大侧上 这个打还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 这个看出林高远的发球旋转 比想象的要强 现在到了 到了盘点 11比12 现在王立琴发球 尚昆准备抢攻 白短拉起来了 反拉 结果尚昆侧身拉空了 这样延安和林高远 一个18岁一个20岁 他们就战胜了王立琴和尚昆这队双打 为上海 为这个宁波海天速记队 占一个先击 对 这两名小将立功了 这场球打的非常关键的一场球 他们两个人发挥非常出色 现在就给许鑫推到绝路上了 许鑫必须要想办法战胜马龙 否则的话上海就输掉了 对 好 稍后我们来看一看许鑫和马龙双方 这个在第一组